中秋節快到了 腌一些鹹鴨蛋來做蛋黃酥 鄉下挖回來的紅土打碎 這個用紅土加鹽巴醃的鹹鴨蛋 很好吃 鼻子用鹽巴醃的好吃很多 聽說是因為紅土裡面含有微量鹽酥的關係 另外也要醃幾個五香鹹鴨蛋來試一試 鴨蛋洗乾淨然後晾乾 24個要做紅土鹹鴨蛋 12個做五香鹹鴨蛋 先做紅土鹹鴨蛋 準備100cc的高粱酒 然後鴨蛋一粒一粒抹上高粱酒 現在就開始來醃製 以三碗紅土一碗鹽巴的比例 把紅土跟鹽巴混合均勻 然後倒入燒開的熱水 拌勻將它調成濃稠狀 放涼備用 鴨蛋一個一個裹上紅土 然後放入乾淨的容器內 再把剩餘的高粱酒 淨淨的灑在上面 蓋上蓋子 蜜蜜蜂 室溫醃製25-30天 接著來做五香鹹鴨蛋 先調香料水 1000公克的水 加200公克的鹽巴 香料有香葉、桂皮、八角、花椒、葵香脂 香料水燒開後 再煮兩分鐘 然後關火 放涼 現在水已經涼了 就來裝罐 先將鴨蛋放入玻璃罐 然後加入香料水 再加入50公克的高粱酒 蜜蜂浸泡25-30天 已經醃了28天 準備拿出來吃看看 如果鹹度可以 就要全部拿出來 以免越醃越鹹 蒸好了 切開來 蛋黃油亮油亮的 吃起來太鹹了一點 夏天的氣溫比較高 應該N25天就可以了 不過 兩種都蠻好吃的 五香的多到一點香料的味道 可以開始準備做蛋黃酥的 再一次 禮物 一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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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天